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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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给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完整和均衡的健康昌盘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是老朋友的话你应该可以记起来咯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果我们把我们每天吃到的所有各种各样的食材 从早餐到晚餐到两顿饭之间的那些小吃 全部都一天所吃到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很大的餐盘的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把这些食材归成四大类 第一类呢就是蛋白质来源 那它应该占我们健康餐盘的四分之一 那它可以是动物来源的蛋白质 像肉类 鸡蛋 奶制品这些 那它也可以是植物来源的蛋白质 比如说像豆类 坚果等等的 还有就是豆制品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骨类 也就是我们的主食了 那主食的话呢 其实它还可以很丰富的 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营养的来源等等的 而且其实也可以很容易消化 这个是大餐盘的第二个部分 那大餐盘的另外一半呢 其实就是蔬菜和水果啦 那蔬菜和水果呢 还要讲究一个东西 就是蔬菜的分量要多于水果的分量 你可以不吃水果 但是你不能不吃蔬菜 OK 好 那这个就是完整就很大餐盘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有哪些食材 哪些营养素 对男生的前列腺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OK 首先呢 如果我们要预防炎症 或者是就是提早老化 提前老化的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要记得抗氧化剂 丰富的食物 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吃到的 那第一个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含丰富抗氧化剂来源的食物 刚才就提到说 主要是来自植物的 蔬菜水果类的 但是呢 它们的颜色很丰富 那种类也很多 有果实类的 有根茎类的 有叶片类的等等 只要是植物来源的 这些食材呢 都是很好的抗氧化剂的来源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这些食物呢 必须占我们大餐盘的一半 OK 希望大家可以记起来 好 那我们继续 针对前列腺健康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种特别的抗氧化剂 因为其实抗氧化剂有好多 那当中有一种呢 它被研究发现 对男生的前列腺健康 非常的有帮助 那就是茄红素 那茄红素呢 其实它是来自于 带有一些偏红色 或者是粉红色的食材 比如说番茄 葡萄柚 great fruit 还有就是西瓜这些 另外呢 还有那个木瓜 还有那种我们说的甜椒 就是红的黄的甜椒 其实现在很接近中秋嘛 那我们中秋就爱吃柚子 对吗 那其实如果你买到的柚子 是有一点偏粉红色的话呢 它其实也有这个茄红素在里面的 那哈佛大学曾经有研究显示 那如果男士们呢 每个星期可以摄取至少两到三份的煮熟的番茄的话呢 可以大大的降低前列腺癌症的风险哦 高达40到50个percent的 那两到三份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举起我们的拳头 一份就大概是一个拳头的分量 那两到三份就是两到三个拳头的分量 一个礼拜里面 一周里面 所以呢 其实这个还蛮好做到的 不过并不是说 哎我马上做了 马上就能看到效果 这个是一个长期执行的饮食的概念 所以呢 你今天知道了 就开始学起来 然后每个礼拜 如果可以吃到两到三份煮熟的番茄的话 那长期的话 对我们前列腺的健康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煮熟 OK 那我们知道 番茄生吃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维生素C 但是呢 煮熟的番茄 其实维生素C就没有 就是说已经大量的流失了 不过呢 它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吸收茄红素的那个机会 可以很最大化 可以大大增加 所以番茄 我们生吃有生吃的好 煮熟的时候 也有煮熟的 吃的时候的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 烹饪方法也可以多样化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要吸收茄红素 也需要搭配脂肪 所以呢 像我们平常的喜欢 鸡蛋炒番茄啊 或者是自己煮一些番茄酱料啊 煮个番茄汤这些 然后加一些油呢 好的脂肪 其实可以让我们大大增加 茄红素的吸收 所以这里呢 我并不是说 生吃番茄不够煮熟的好 其实并不是这个概念 食材本身营养多样化 那我们什么时候吃它都可以获得不同的营养 所以呢 这个才是我们每天在策划我们 今天要煮什么 明天要煮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的 一个就是关于营养这块可以参考 所以并不是说只是一种吃法才是最好的 而是要多元化的烹饪方法 也可以带来很好的健康的一个好处 OK 那讲到番茄酱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那我如果每天都吃很多的番茄酱 会不会也有这个好处呢 那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一下 如果说是加工的高度加工的番茄酱料的话呢 基本上你只要去超市 或者你家里如果有番茄酱的话 你都可以去拿上来 然后看它的成分标签 然后你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成分 所以呢 它里面有水啦 有糖 而且糖是高居第二位 那其实这些食品标签呢 它的排列呢 是跟它的分量有关系的 排在越前面的 就是分量越高的 然后排在最后面的 就是分量比较少的 就是说在这一罐加工的酱料里面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哇原来糖分加了好多好多 然后再来 他们用的材料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那如果你有自己煮番茄酱的经验的话呢 OK我相信大家很多都很喜欢下厨 那你会发现 哇你要煮到像那个加工番茄酱的那种效果 你需要好多好多好多颗的番茄 然后其实它也不会太甜 它也可能会带点酸 那我们还要做很多的 自己做很多的调味 所以呢 这个就是自制番茄酱 跟加工番茄酱料的一个区别 那如果说 其实我都很鼓励啦 大家如果要追求健康的话呢 尽量减少加工的 多用一些天然的食材 然后自己做调味 那可能我们就要开始习惯一下 不太甜 不太咸的那种口感 OK 大家可以一步一步来 OK 那除此之外呢 再来可以帮助男生前列腺的健康的 当然就是十字花嗑菜这一群的那个 这个family 这个十字花嗑菜呢 当我们把这个蔬菜举起来看的时候呢 从根部往上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它长的那些叶子 它的长的那个形状呢 是十字形的 OK 最典型的就是芥菜啊 小白菜啊 大白菜 西兰花 还有椰菜花 还有包菜这些 我们都比较熟悉 就是它的长相是这样子的 那再来就是那个 芥兰 然后菜心 这些其实都属于十字花嗑菜 那十字花嗑菜呢 其实它里面也有很丰富的看氧化剂 所以呢 几乎每一天我都希望 我的家人都会吃到 至少一种一样的十字花嗑菜 所以你可以在每周做采购的时候 至少你可以选一种 那你可以每个星期更换不同的 不同类型的十字花嗑菜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吃的分量其实也不需要多 就像平常的蔬菜的分量就好了 但是呢 在一个长期吃十字花嗑菜的 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就慢慢的帮助我们身体 就可以维护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它更平稳 然后呢 提高我们的这些抗发炎的一个能力了 所以这个是十字花嗑菜的好处 OK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就是豆类 豆类和大豆 其实因为里面有那个植物栽纯 还有就是翼黄酮类的这些抗氧化剂 那其实呢它也是对前列腺 其实不只是前列腺 包括其他各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降胆固醇的这些功效呢 其实都可以从豆类和大豆里面获得的 它能够降胆固醇主要是因为有这个植物栽纯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组我非常推荐的 再来这一组呢 它同时也是高蛋白质的食材 那它高蛋白质之余呢 又不会让我们的胆固醇飙高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那如果说我们是肉类的话 它是高蛋白 但是同时呢 它也是高饱和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 那尤其是对老人家来说呢 就不太适合了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尽量多增加一些豆类的来源 那豆类怎么处理呢 我们上我们之前的一些讲座 已经有提醒过大家了 大家可以回去看 OK 然后再来呢 针对前年线的一个抗氧化的这一块 抗发炎抗老化这一块呢 其实石榴也是一个不错的食材 它的价钱可能会比较贵 如果大家有机会 看到的话 其实可以买来喝 或者是买来吃 那如果说 不选择它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食材 不过主要是因为石榴呢 在研究上有一些 就是研究证实说 它可以帮助缓解前年线 发炎的这些问题的 而且它对我们的 那个尿道 就是肾脏的一个保养也是蛮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食材 那再来呢 就是Omega 3 大家记得 Omega 3呢 当我们把它吃进身体的时候呢 它直接在身体里面 就有一个抗发炎的效果 所以呢 像核桃啊 Chasic这些 还有亚麻子 蛋黄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 Omega 3脂肪酸 再来就是深海鱼这种 那这些呢 也希望 就是说每一天都可以 有 至少一两种 可以获得 Omega 3的食材 比如说像Chasic的话 我就很鼓励大家 每一天 如果可以的话 都吃到一到两汤匙的 Chasic就蛮好了 但是Chasic的话 因为它有很丰富的 那个水溶性纤维 所以一定要浸泡 让它发起来 软软的 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才去吃它 就有最好的一个效果 OK 还有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生坚果 那每天一把的分量 就是我们手掌心 一把的分量 可以是综合的坚果 或者是 你可以今天吃核桃 然后明天吃新人 这样子来轮流都OK 那综合来说呢 其实坚果是很好的 植物栽成的来源 也就是降胆固存的 同时也是维生素E的来源 那维生素E呢 对不管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对我们维护 我们的生殖系统的健康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维生素E 也是一个 对前列腺保养方面 很有帮助的一种营养素 那这里我就提到 生坚果 那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 到底什么是生坚果 其实生坚果呢 它并不是说它完全是生的 而是它的加工的程度 比另外的一些 就是烤过烘焙过的坚果 来得低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看到包装上 写着生坚果的时候 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加工 只是加工程度很低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吃它的 那它的颜色呢 就会比较淡的 因为它没有被高温的烤过 那相比之下呢 在右手边这张照片 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就是烤过的 那个腰果了 那右边这一块呢 是我比较不太鼓励的 OK 因为经过一个高温的处理 那其实我这里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澳洲坚果 Macadamia 我相信如果你尝过的话 你都会觉得它很好吃 它的价位也比较高 但是它的营养非常丰富 它里面的脂肪非常的好 那同样的 当我们在吃这个澳洲坚果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一般在市面上能够找到的 就是已经加工的 右边的 会带点咸味的 OK 这种坚果 那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吃的是这种加工过的 调过味的 带咸味的 或者是烤到香香的坚果 你会发现 哇 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会把可能 一包 可能自己一个人都可以消灭一半 甚至是消灭完了 OK 那其实呢 主要是 这个是我的经验 因为里面的调味 里面的味精 它其实蒙骗了我们的味觉 它让我们很想一直去不断的吃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试一下吃生坚果的话呢 就是左边的比较浅色的坚果的话呢 不只是这两类 包括和杏仁和陶其他的都一样 你会发现 你要是吃到了一把 你就真的开始觉得饱了 然后你会自然而然的不想吃了 就哎呀 好饱哦 你就会停下 所以其实本来的坚果呢 在没有经过一个很高度加工的情况底下呢 它的饱足感是很强的 它让我们只要吃那么一把 或者两汤匙 就会觉得很充了 然后你自然就会停下不吃 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非常高 而且这些脂肪都是好的脂肪 那我们就自然会有饱足感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吃的是加工的坚果 你会发现 为什么没有饱足感 反而会让我们一直吃个不停 然后等你吃完了 你才会发现 哎呀我吃多了 然后哎呀喉咙痛了 干干了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味精 它会蒙骗我们的味蕾 让我们觉得好像很想一直在吃 然后就让我们没有饱足感的一个情况 好这里大家如果下一次再吃坚果的话 可以仔细一下观察自己的一个感受 这样子就可以多认识一些食材 也多认识一些我们身体对于食材的这种反应 OK好 那我先接下去再谈 讲到那个坚果类的话呢 关于这个前列腺健康的话 我非常推荐南瓜籽 OK 它里面呢 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心 还有就是好的脂肪酸 还有同时也是植物栽成的来源 那么这些食材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抗发炎的 那心这个矿物质呢 对男生的前列腺也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是从 男生其实女生也是一样 男女生在发育的阶段呢 我们都需要新这个矿物质来支持我们性别的一个发育 那到了我们年长的时候要预防 男生要预防前列腺的健康问题的话 其实心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那我为什么会推荐南瓜籽 而不是可能大家印象中心来源 就是那个oyster 就是蚝 OK 生蚝 比如说 因为棒壳类的这些海鲜呢 它的板固存很高 其实不适合年长者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从植物来源的 像南瓜籽这些食材获得 同时呢 它里面有植物栽存 然后刚才我说过 植物栽存其实是降板固存的 所以呢这些食材会更适合我们 OK 好 那我们再继续 那另外有的两种生坚果 我也蛮推荐的就是巴西坚果 就是左上角的这一张 还有就是右上角的这个葵花籽 Sunflower seeds 那这两种坚果也是那个矿物质C的 C就是Selenium的这个来源 其实矿物质C呢 对我们男生的前列腺健康的一个保护 也是很好的 它可以抗癌 起很多就是抗发炎的这些作用的 那除了坚果以外呢 其实鸡蛋黄里面 OK 还有就是各种的菌菇类 各式各样的Mushroom菌菇 它们都是矿物质C的来源 所以呢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食材 OK 再来就是黑芝麻和白芝麻 那总的来说呢 黑白芝麻给我们很好的抗氧化剂 也是抗发炎的 大家要记得抗氧化剂就等于抗发炎 就等于抗衰老 OK 然后还有就是矿物质C 还有一些钙质 铁质 也还有好的一些脂肪酸 尤其是不饱和的脂肪酸 那所以其实芝麻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都用的蛮多的 在很多的食谱啊 甜点啊 点心啊 这种 还有就是我们的芝麻油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食材 但是大家要记得 芝麻呢 因为它的脂肪酸很容易被高温破坏 所以其实不太适合很高温的去处理的 OK 那总体来说呢 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增加芝麻的一个食材 那再来就是牛油果 OK 同样的它也是可以降板固存的植物栽成的来源 再来就是很丰富的维生素E的来源 所以跟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坚果类的那个营养的成分是蛮类似的 但是它是属于水果类 所以维生素E丰富的这个avocado牛油果也是我非常鼓励大家去使用的 OK 刚才讲到各种矿物质 然后维生素E 那接下来呢 我很快给大家带过一下 其实维生素C也是一种抗氧化剂 也是对维护前年线很重要 那C的来源就更多了 热带水果基本上都是维生素C的来源 那再来就是一些我们说酱果类的 像berrys啊 cherry这类型 蓝莓啊 这些都是很好的维生素C来源 那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吃到两个拳头分量的水果 那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满足每日的维生素C的需求的 那大家记得维生素C呢 不能高温 所以一定要生吃 OK 好 另外的维生素C来源就是各种柑橘类的水果 像橙啊 葡萄柚啊 柠檬这些 那现在呢 我就鼓励大家可以多吃柚子 柚子是我们属于热带国家的柑橘类 OK 然后也很好吃 所以呢 这个季节可以多吃 再来就是kiwi也是维生素C的来源 那另外蔬菜类呢 其实也有 刚才我们提到过 那个番茄 OK 生食番茄就可以获得维生素C 那煮熟还要搭配脂肪一起吃的番茄呢 就可以让我们获得茄红素 一种抗氧化剂 OK 然后像十字花克菜其实也是维生素C的来源 但是一般十字花克菜我们都是煮熟才吃 那它的C煮熟过后就会流失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不会生吃它 所以就没关系 只要我们每天有一部分的食材是生吃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食材 我们当蔬菜煮熟吃的 那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OK 包括甜椒这些都是维生素C的来源 OK 那关于起内线的健康呢 其实有一些传统草药 大家其实可以参考 可以考虑去使用的 比如说西方的传统草药 就有Socometal聚中铝这一类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呢 很著名的就是 Tongka Ali Tongka Ali OK 那其实呢 传统上我们都是用它来维护 前列线健康的 那其实真正的Tongka Ali呢 是男女生都可以吃的 就是它不是专门为壮阳而吃的那种 如果一些Tongka Ali 它标榜的是壮阳的话 那其实可能它不太纯哦 大家要小心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很纯的Tongka Ali 其实是男生和女生都可以用的 只是女生的用量不需要很多而已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健康的益处 比如说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等等的 那这个讲到传统草药的话呢 我们就要小心去选择 因为如果你有吃药物的话呢 可能一些草药是不能吃的 OK 那如果没有吃药物 然后你想要考虑的话呢 你也要找一些有经验去辅导 食用传统草药的一些营养师 或者是饮食治疗师 或者是药剂师去询问了 这个就不能够自己 就是很随意的去用 OK 好 那刚才我们讲过了一系列 都是可以增加可以吃的食材 那这里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要避免一些 不太好的食材 因为你这边如果吃的很好 但是呢 如果这些不好的食材 也一直出现在你的日常饮食当中 那其实就会试倍功半 OK 那我们想要试半功倍的话呢 同时我们就要减少一些 不太好的食材 OK 那第一类型的就是红肉和加工的肉类 OK 尤其是对年长者来说 因为红肉如果它的我们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一开始讲的健康餐盘四分之一 那如果你吃的红肉还超过四分之一的 餐盘的话呢 的那个比例的话呢 那其实这个就是肯定是过量了 OK 那红肉跟加工肉类 就因为它们有一些就是属于高蛋白 然后同时加工肉类呢 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添加的化学品 OK 像防腐的啊 还有就是调色啊 调味道的这些 其实它对我们的肠道的抑菌都不是太好的 所以尽量避免加工肉类 那红肉呢 对年长者来说 因为年长者要预防胆固醇啊 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问题 那红肉呢 因为同时它有饱和脂肪 所以呢 也是属于 嗯 还有胆固醇哦 所以也是属于应该要减少吃的一种肉类 那再来呢 就是高温烹饪的食物 OK 比如说像BBQ OK 我知道很香哦 还有炸啊 OK 但是呢 因为经过一个那么高温的一个烹饪呢 其实那个脂肪会氧化 然后里面的很多的营养素其实也流失了 所以吃下去的话呢 也会增加我们身体发炎的一个风险的 所以这两大类型的食物 我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减少 再来就是加工的 像这种包装的瓶瓶罐罐的这种饮料啊 或者是小吃啊这些 因为它里面的糖分 眼分和反式脂肪都很高 它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义菌 那肠道的义菌失衡的话呢 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还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因为义菌在肠道里面呢 它会分解一些脂肪 让我们更好的吸收这些脂肪 吸收过后呢 其实对我们的脑维护大脑的功能 比如说记忆力有没有衰退啊 情绪有没有平衡啊 反应有没有快速啊 其实都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如果能够养好 我们肠道的那个义菌的话呢 那我们的头脑也会比较灵敏 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 我也建议大家尽量少吃这些加工类型的食物 同样的就是饮料类也是 因为饮料呢 加工的饮料它很多都有含这个碳酸 那碳酸会增加我们矿物质的一个流失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矿物质 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很重要 包括维护前列腺的健康 但是如果我们又习惯的去喝这些软饮料的话呢 其实它会造成矿物质的流失会更多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另外呢就是酒精 酒精和香烟就是大家肯定随着年龄的增长 真的是要把它慢慢减下来 甚至是最好是避免 那再来就一个就是奶制品 那奶制品本身呢它其实是蛮好的那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还有钙质来源 但是呢奶制品同时也是高脂肪的一个 还有高胆固醇的一个食材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喝奶制品的习惯的话呢 你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增加 OK因为从其他的食材只要做好完整均衡 你还是可以获得这些营养素的 或者你可以可能每天一杯这样子的分量 但是如果每天都喝到很多的奶 或者是吃到很多的奶制品的话呢 其实因为它是高饱和脂肪 酸还有就是高胆固醇 所以对年长者的一个整体健康的维护也不是太好 也会增加一些炎症的发生 所以这一块呢如果说已经有前列腺问题的男士呢 我是鼓励说尽量减少牛奶的 或者是其他的奶制品 OK好 那我今天关于这个男士前列腺健康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是我脸书的网页 大家如果对其他的课题有兴趣 也可以上去看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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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